燃烧起来 试一下 哇 看到没 哇 感觉像不可以啊 哇塞 最好看 像大家平时在一些小说或者电影里 都有见到过五颜六色的火焰 嘿 说的就是你 五颜六色的火焰 时常回忆一个需要把自己锤出鼻血 才能喷出三倍蒸火的公孩儿 其实在生活中出了打火机的黄色火焰 燃气罩的蓝色火焰以外 还有这各种各样颜色的火焰 阿虾 今天就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烈尸反应 东西感觉还不少 这个托盘还有一些勺子 药粉一样的 皮 这个我就有点看不懂了兄弟们 这是没借过世面 这几瓶是各种各样的元素 像什么铜 铜 还有米等等 先随便拿一个铜吧 给大家试一下 打个样 先把这个蛋挞皮的底部 给它扎上小口 这些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给它咬上一些铜元素 再倒上一杯酒精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时刻 3 2 1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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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靠绿色的青年地心火 这绿色的火焰我太喜欢了 紧接着是那元素 这绿色的焰我太喜欢了 还有一点 这绿色的焰我太喜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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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5 5 6 5 5 6 9 8 6 8 9 9 就看星期那水米架 器材火焰粉 把这些混合好的粉末全给他倒进去 加入酒精 兄弟们翻车了呀 这感觉也够器材 好像只有蓝色黄色还有一点点粉色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我就猜到了会翻车 所以我提前买来了这种器材火焰粉 但是它这个和刚才的有一点区别 就是可以先把火点了以后 再去放这个燃烧起来 试一下 看到没 感觉效果可以 哇塞 我去 哇 真好看 看到没 感觉特别亮的这个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那就是为什么没有黑色的火呢 有知道了吗 记得评论区留言